好 许多网友会上台大PTT的八卦版去发言 不过现在教育部却是发函版主说 你要好好给我加强一下管理政治的文章 而且还给使用者一个干净的原地 就是因为说发现了 有一些讨论版的管理者 他是具有党工的身份的 不过现在教育部介入了 那民众也说 这是不是在干预言论自由呢 一打开PTT就看到斗大的标题写着 刚刚收到一封信进去一看才知道 教育部竟然发文给版主 要加强管理八卦版的政治文章 让民众直呼未免管太大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嘛 就是不需要政府来介入 尤其是在这个公共的场所 不要管太多比较好吧 只要不要口出二言之类的 教育部发函写着 因为接获民众投书 所以希望左右PTT使用者意向的党工们 请出学术网络 就是因为有管理者身份太过尴尬 还po文攻击 我跟所有的网友所章接的文章 都是根据联合报的报道 10月7号不再是管理者 还是陈局青年军的高敏玲 就在PTT攻击对手杨秋心 还有酷售胡志强竞选广告的廖小猫 也被提报 曾经是挺谢长廷后援会的会长 PTT满是政治文章 你一来我一往 有攻击言论马上删除 不过现在教育部却出手 也引发网友反弹 有人直呼是计言时代 还有人说八卦反弹政治难道犯法吗 让教育部长无情迹强调 发文是提醒不会严格限制 政治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不可以攻击跟毁谤 不过不管政府还是政治介入都不好 还是还给学生自由发言的干净空间吧 中天新闻最后报道